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可以花时间大量的复盘去发现 第一点 任何的顶部必然是顶分型 这一点的话呢 产师在原文当中有表达过 其实呢,这里面它这个顶分指的是什么 处理过的 就是呢,由涨到跌 它必然会经历顶分 这个顶分的话呢 对应的就是三根开线 它的位置关系处于中间一个开线的低点 是相邻三根开线低点中的最低点 中间一个开线的高点 是相邻三根开线高点中的最高点 这就属于顶分型 好,那么顶分型的出现 但是呢,并未必是顶部 这里面呢,因为存在一些列数呢 这里面它跟它处在位置有关系 咱们前面讲到过 如果说呢,顶分底分 它在一个收敛三角内 或者在一个震荡的区间之内 出现这样的顶分底分 它只代表当下的强弱 不代表大方向的一个选择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列数 有的时候呢,会遇到列数像一根长羊 人的小阴星,小阳星的表达 这样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成为中纪 所以那顶分出现不一定是顶部 但是顶部 经过开线包含关系的处理过之后 它一定是呈现顶分型 那么这里面呢 做一个经验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复盘自己去观察更多的股票 那么积累一定的涨幅 列数到金利祖生 列数翻倍 列数呢 涨了百分之 涨了百分之八十 涨了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多两倍 积累一定涨幅之后 单见只要见到顶分型破五军 一定要当心再当心 这是一个关于淘顶的 或者关于避险的 顶分型出现破五军 一定要当心 第二个 任何的底部必然是底分型 金利处理过之后 这必然是成立的 不管是任何级别 但是呢 底分型出现 未必是底部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底分型出现的同时 它对应的 连五军都没有站上 没有站稳 一定不要太着急的去进场 太着急的去抄底 那么呢 这里面同样的 如果说一支个股 它调整的幅度比较深 比较充分 列数调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甚至百分之七十 那么逼近一百十四年军线 在这么前例下呢 一旦出现强底分 站上五军 可以重点去观察 至于说 这个重点可当心 和重点观察 好 那么观察之后呢 从如果说 自己想要去交易 或者认为 自己认为它是有机会 那么呢 再从其他的维度 列说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跟它的利空 或者基本面有没有配合 在这的话呢 它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然后呢 控制好仓位 就是呢 就是它只是作为一个观察的视角 作为一个观察的节点 来去看待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来表达 这是核心的干货 然后呢 再结合 个股去看 列数呢 像咱们前面啊 讲到过关于 像这里面顶分 底分 比线段 然后呢 这里面 顶分 底分的解惑 什么是强顶分 什么是强底分 咱们在前面的视频合计当中 都有详细的讲解 如果说呢 有掌握的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牢靠的 可以回看之前的视频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列数像中国履业 中国履业之类个股的一个表达 首先 列数在一个宽幅增大 或者在一个中枢内部 逐渐 在这样的几点 这个几点内部的话呢 出现 这样的一个底分 顶分啊 它只代表当下的一个强弱 它不具备更大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思考 就是呢 开线的分析 一个是强弱的视角 一个是它的位置 决定它分析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呢 经历一波涨幅之后 经历组成过之后 一旦遇到顶分破五军 就要高度小心 这个高度小心的话呢 就属于 例如前面 不管在什么节点 积累多大的涨幅 多大的盈利 一旦出现什么呢 如果说它连五军始终呢 都不破五军 然后的话呢 在这样的节点 那么你可以数它的趋势 数它的一个 官司从五军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十三天均线 你可以守在趋势 真的一旦出现顶分 这个顶分的话呢 例如说中间 你可以看见 直接是高开地度大一帽 第二天的话呢 就是下一个交易日 它呈现这样的一个 直接破五军 甚至把十三天均线也破掉了 这属于 首先它是一个强顶分 就是空投力量比较强 同时呢 破五军 这种情况下呢 先一定要当心再当心 一说的更加直白一点的话呢 不管它未来是档次跌 你可以先减 或者说呢 第一时间去避险 如果说结合趋势线 结合景线位 和结合趋势线来讲的话呢 要第一时间去应对 不管是 保护利润也好 如果说有明显的利润 保护利润 如果说前面 前面自己 一时头脑发射的追高了 自己也认为自己买错了 那么第一时间去应对 不要去侥幸 好 这是中国履业 那么当前的话呢 例如说在这个几点 它出现这样的一个 处理过之后 就那存在的 包含关系的 开线的处理过之后 那么这个几点 它出现这样的底分 但是底分呢 连武军都没有站稳 量呢 也没有表达出来 那么它就属于弱 就是呢 买点 要更加谨慎 但是呢 一旦出现风险点 要更加的果断 好 这是中国履业 那么当前的表达的话呢 其实从 周K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只是下跌过程当中 本周因为还有一个交易日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下跌过程当中 空方力量 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但是目前位置的话呢 它还没有呈现 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说 往下 振一振给新低 那么上方是一个五分钟平台 这个是第二个五分钟的 这样的中枢 中构建 再往下的话呢 一旦再次出现强底分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观察的节点 或者是一个新的机会的节点 好 当前的话呢 它属于没有方向的 这是中国履业 那么我们再继续 往下面去看 列出了像江西同业 江西同业的表达的话呢 我们来看前面 好 一旦呢 就是经历一波 上涨 上涨过之后呢 经历处理过之后 就是呢 任何的顶部 必然是顶分 如果说呢 一旦出现经历一波上涨过之后 出现顶分破五均 那么第一时间 要去应对 把它当成一个防范风险的节点 或者是 不管是利润保护 还是属于 作为一个原则视角 作为风险警示的一个节点 一定要高度注意 高度注意 如果说呢 出现 例如说调整到 调整呢 比较充分 到了中央的趋势线 或到了144年军线附近 出现强底分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然后再结合 它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买点值不值得参与 它的量能 包括它的基本面 整个板块的效应 值不值得参与 值得参与 你可以参与 不值得参与的话呢 无妨 它只是作为一个观察点而已 好 这是江西 同业 那个时候在前面 这样的一个节点 前面强势上攻 出现这样的一个长商营 然后呢 顶分顶分的话呢 那么最终破五军 那么就是一个风险的 一个防范的节点 好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列出像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的话呢 同样的节点 列出呢 前面连续的 这样的一个上涨 上涨 上涨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分 顶分的话呢 如果说 它保持在五军之上 其实呢 激进的一个视角来讲 列出呢 涨停冲高 偏离五军 减 浮动仓位的话呢 或者是减掉之后 底仓 你甚至可以守一下五军 守一下它的一个最短期的军线 但是呢 顶分的状态 一旦破五军 那么第一时间要避险 要警惕 那么这阵的节点的话 有多少人曾经追高 回落 与生存侥幸的心灵 等它新高 等待它解套 但是呢 一旦顶分 积累一定涨幅之后 顶分破五军 没有及时的去应对 而后的话呢 一路下跌 后面即便 就那可能 一个是持股的时间 一个是下跌的幅度 这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好 例如说一波 调整过之后 靠近调整幅度比较深 内部有被迟 又靠近了140年军院等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 处理过之后 出现这样的一个底分 而且底分明显的 在站稳五军之后 它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的一个视角 至于说值不值得你参与 你要观察它符合你 符不符合你的操作级别的买点 好 这是纸巾 矿业 列出呢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分 破五军 就要反反风险点 那么出现底分 如果说底分出现的 同时它连 例如在这个位置 四字星 低开高走的 这样的一个小阳星 小阳线 然而这个位置 属于一个底分的一个构建 但是它连五军都上不了 就不要太着急进场 很多时候呢 在下跌当中 由于一根筋的思维 或者是由于一种 侥幸或者是一种幻想 任何的一个子跌 任何的下影线 任何的一个红 都可能会对未来 充满无限的畅想 会不会反弹 会有反弹多少多少多少 甚至说呢 想要去加伤等等 或者是抄比 或者是补伤 其实呢 在残论残师的一个视角下 就是在残论的视角下当中 第一 前面讲的一点 属于什么呢 对于本质上来讲 只有买错 没有卖错 买错的话呢 第一次要应对 卖错的话呢 你有钱 你有仓位 你有什么呢 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 好 如实而已 那么咱们只是结合呢 例如说 像顶分 如果说积累足够的 积累一定的涨幅之后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分 出现这样的顶分破误军 那么呢 一定要高度 当心 高度当心 如果说呢 调整的比较充分了 调整到充分的同时 中途列出像这样的一个 也出现了一些 底分的一种状态 但是呢 他连武军都站不完 量呢 也没有表达 调整的不是特别充分 那么呢 就不要着急的去抄底 着急的去经常 如果说呢 调整的比较充分 列出了内部结构饱满 然呢 底分的同时 又站稳武军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 看观察它 观察它 符不符合你的买点 如果符合 你可以去尝试的去把握 但是呢 一旦 底分被化解掉 就在后面 没有一个 如果说有一个持续的上涨 能够严峻上一笔 那么非常好 有一个盈利获利的一个 机会获利的空间 应对 如果说呢 把这个底分给破坏掉了 那么呢 第一时间去避险 等待新的 满足你的交易的节点 满足你的买点 去重新再去 关注再去介入 而不要去死扛 好 这是纸巾框叶 咱们今天呢 更多的是一种 对技术方法的一种巩固 例如说呢 对在一些 在一个 灾负震荡的一个空间里面 去 就呢 在一个 例如说大的 在一个收敛三角里面 或者在一个灾负震荡里面 出现 内部出现这样的一个 意思顶分 它就没有 没有顶 就是没有这么大的 这样的一个实战意义 当然了 如果说用分钟级别来看 它同样的 同样适用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例如说呢 像 云驴股份 好 那么像云驴股份 我们来看 像这类个股 很明显 像它出现这样的一个 顶分 破五菌 如果说你没有 第一时间去应对 没有避险的话呢 它就是跌跌不休的 这样的一个下跌 如果以后的话呢 再遇到就属于了 经过一波又一波 轰轰的上涨之后 一旦出现这样的 顶分破五菌 第一时间 一定要高度当心 或减或卖 卖错的话呢 后面你可以重新再去思考 值不值得再买回来 而已 不值得就不买吗 值得的话 你可以再重新再买 但是呢 真正想要避险 一定要对于风险 要充分的 敬畏市场 对风险的话呢 要有更加敏感 更加果断的一个应对的 思路 应对的一个策略 好 那么当前像云驴股份的话呢 它调整的幅度 升不升呢 从高到低的话呢 其实已经调整到了 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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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到了一百四十年 军际附近 前面十三块一毛三的位置 那么当前的节点的话 它是始于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阴阳交替 增长整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符不符合你的 就是符不符合你的交易的 一个机会点呢 要看 它接下来 一个是量的能不能保持住 二的话呢 这个位置 因为当前的五十三 在一百四十年 军线上方 这位呢 进行走平 后面如果说 带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 因为像 其实像昨天 今天和前天 这三根开线的一个表达来讲 它实际上是一个 强底分的一个表达 但是这个强底分呢 值不值得你去参与 你要看它符不符合你的操作级别 如果说 想要去参与的话呢 那么同样的 先四好自成位 前低附近 四好自成位 然而的话呢 列说 后面呢 只要说 有量能 只要不说 这个位置的话 是可以去尝试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那么呢 对于顶分底分 结合五军 技术分析 请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而且呢 希望更多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 可以回看之前的 专题的一些技术视频 同时呢 结合自己的时间经历和 自己关心的一些个股 看看 多看看它的历史 用顶分底分破五军 站上五军的视角 多去观察 去发现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 就是对自己的交易当中 才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好 再见 by bwd6